欢迎收看台湾真善美 我是胡凯纯 当工作碰到瓶颈 瓶食的兴趣 或许能为人生带来转机 宜兰有位茶树农邱朝辉 原本在科技业工作 因为太太娘家有块荒废农地 于是夫妻俩常常利用假日 回到宜兰种茶树 还自己蒸了精油来销售 直到2020年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公司要派他前往中国大陆出差 经过一番思考后 邱朝辉选择被滋险 离开上班生活 决定全心投入茶树的栽种 现在把兴趣发展成正值 开发出更多产品 也开创出事业的第二春 刚开始会觉得累 但是有时候觉得流流汗 真的很舒服 过农之后觉得说 农夫才真知道 农夫很辛苦 然后吃饭吃菜的时候就不会浪费掉 这台是我们的旺用车 种树割草什么都用这一台 栽树都用这一台 当了农夫之后 秋朝辉才知道 就连除草这种看起来简单的浓物 做起来可一点都不容易 因为都是绿色的 然后都一片你也分不清楚 那时候不懂就把它一起割掉 因为你割掉之后会有一股香味 会有一股茶树的味道 然后就把它割草器关掉去看 什么树鸟被割掉了 这是还在当新手农夫时 不小心出的差错 有了这一次的经验 秋朝辉也更懂得如何呵护脆弱的小树苗 有那次经验之后 在树苗还小的时候 就是开始用柜子 柜子拔草 等它们长大的时候 差不多一年后 长高了 才慢慢用割草剧在土上 从一颗颗小树苗 长成茂密高大的茶树 这一片位于宜兰东山的茶树林 是秋朝辉花了十年时间 从无到有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 阿多茶树也有叫做千层树 为什么叫千层树呢 你看一层一层 这个叫千层树 一层一层叫千层树 然后这个你把它拔掉之后 其实它里面是湿的 多余的宜兰很适合栽种茶树 秋朝辉采取友善环境的耕作方式 也孕育出丰富的生态环境 像这边就有一个蚂蚁窝 我们一般就是割草完之后 这个草就是它的肥料 这充满生机的茶树园 也让秋朝辉的人生有了新方向 过去他在科技业工作 因为工作压力大 想利用假日种点东西 清净土地之余还能输压 刚好种植前一年 我大就是他自己造的 他种的差不多也是几百棵树 然后想说造的也不错 我自己也想造的 我就买了几百棵树 然后开始在那边种 这里的地环境 蛮适合种这种树 对 然后我们两个也都在上班 所以这个也比较好玩 就这样就决定说种茶树 然后让它不用喷农药 它这个是大概采收过后 一到两个礼拜 它长出了嫩芽 这就是最新鲜的 对那最新鲜的这个嫩芽呢 它本身其实枝叶的味道也很香 搓一下闻 这是最清新的味道 正好太太周一新的两家 在宜兰有一块荒废的农地 两夫妻就这样当集了假日农户 但是茶树才种到第二年 就受到了台风侵袭损失惨重 这里有一半被吹倒 然后有一部分那一边是新 等于说新种下去大概三个月 全部幼苗就是差不多这么高的树 它整个趴倒 整个吹倒 这个整个吹倒那时候真的 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就是 这个就是真的是心软脚也软 抢救被台风吹倒的幼苗 夫妻两只好一颗颗扶起 用架子支撑 这一颗树就是说 你要花时间把树一颗一颗再扶起来 对 这样子是比较花时间 而且那时候还在上班嘛 两三四个礼拜 才可以把全部的树都扶起来 这一颗树就是当时 苏敌烈台风把它吹倒了 那可能我们没有发现到把它扶正 所以说它又往上长 其实树的生命力是很强 就算能把吹倒的树救活 每到了台风气 夫妻两还是会很担心 树可能被风吹倒 直到了秋朝辉查资料之后得知 澳洲茶树可以提炼精油 它们才改变做法 那后来知道说台风来会把树吹倒 我就尽量有时间就回来采收 这是重点就是不要让它风再吹倒 我就采收之后 我去买了蒸馏设备 然后开始去学蒸馏 精油的味道其实就是从这边 叶子 枝叶里面出来的 像这样抽一抽 就是有精油的味道 然后差不多提炼精油的时候 我们整棵聚下来之后呢 我们只会取差不多这么粗的枝叶 夏日农夫的生活就这么过了九年 没想到2020年一场新冠肺炎疫情 让他的工作发生变化 不得不做出退出职场的抉择 在这之前公司有跟我讨论说 要我去大陆出差或是常住等等 这方面的问题 那一方面想说我如果说一旦去出差 这边需要提炼精油或是采收 就没有人可以做 那另外一方面是那时候疫情 已经有开始在慢慢要爆发了 我说要不然你就把我资浅好了 选择被资浅 秋朝会决定把兴趣变成正职 全心全意投入查树种植 因为像我们这种年纪 又遇到疫情这种情况 你离职或是被资浅 其实要找到工作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它是在科技业中年转型 其实是会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也是感谢它 一直以来就觉得 其实它在引领我们 是茶树在照顾我们的家人 对啊 不是我们在照顾它 像这个 这个就没用了 要占空间 其他放也比较不好放 成为全职农夫之后 蒸溜精油就成了日常的工作 为什么我不会竹树 就是要逃避农物 我们只要 只要爸爸叫我们做事 比如说我要读书就可以躲掉 夏天的机会 所以小时候就觉得 我做你不要当老夫 现在就真的想不到自己 也爱上当老夫 曾经排斥务农的周一新 现在也跟着丈夫种茶树 夫妻俩一起打拼事业 整理好的枝叶 就交由秋朝辉萃取精油 把这个锁紧 平均差不多一棵树 差不多10到20末左右 会看季节 季节不同 因为夏天的油量比较多 因为夏天的叶子太阳照射 会把水分照射 把它蒸发掉 所以叶子的精油量比较多 现在秋朝辉蒸溜精油 技术相当成熟 但是回想刚开始 萃取出来的精油 不是味道不对 就是颜色不漂亮 只好全部报废 刚开始在做精油的时候 这个补水器阻塞了就知道 所以说它就会烧锅 然后这边的是冷凝器 它这边水也停了 没有办法冷凝 出来的精油就是烧焦味 好的精油就是它跟我们水一样 你叫做透明无色 透明无色 好 这是最好的 那它有时候也会因为温度的高低 颜色会变得比较偏档档色这样 慢慢地修正 精进技术 终于做出了透明清澈 味道纯正的茶树精油 但是辛虎蒸溜出来的精油 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要卖给谁 因为那时候其实 也没有地方可以卖 就是只有亲朋好友介绍的 然后用过不错的 就是亲朋好友这样 给你支持一下这样 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通路可以卖 那时候想说干脆就不要卖 因为卖不出什么成绩出来 就在快要放弃之际 邱朝辉透过了朋友介绍 到农民市集摆摊推广 逐渐地累积出口碑 慢慢有回购的客人 事业终于步上轨道 精油是主要是有特定族群 它们才会使用 然后经过比较之后味道 精油就是比味道跟颜色 还有它滴在手上的时候 它的味道持久度 我们的味道是非常持久 而且非常香 非常持久 蒸溜精油耗时费工 一大桶的汁叶 只能萃取出少量的精油 可以说是滴滴珍贵 放叶子一个小时 中间蒸溜四个小时 收叶子一个小时 这一桶下来 三四百应该有吧 从稳定的上班族转行务农 作者出纵的工作 邱朝辉从不喊累 反而乐在其中 这是当初领他进人种茶树的大舅子 想都没想过的事 对农业真的是懵懵懂懂 完全一点信心都没有 可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也不是为了赚钱 讲实在 他们刚开始对农业 就觉得反正去亲近土地看看 结果不晓得他们后来 一栽进去之后 比我还更二重 我希望他可以 从事农业当中 体验到生命的意义 就是自然 自然的力量那么大 当了全职农夫 工作环境转换 心态上不免需要做一些调试 上班族他是可以每天跟同事见面 然后闲话家常 但是做农夫的话呢 可能有时候就只有一个人 或是两夫妻对眼相看 每天都是对眼相看 会觉得很无趣 但是做了农夫之后 觉得时间变得更充裕 可以做更多自己想象做的事情 所以刚刚也是说他的大嫂 跟他对眼相看很无聊 是我对他很无聊 不是他对我 踏入陌生的农业领域 夫妻俩相互扶持 虽然充满各种考验 但他们相信 做自己喜欢有兴趣的事 有一份执着的心 勇敢向前迈进 就有机会走到梦想的道路上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为了让母亲吃得健康 这个简单的念头 让李日欣从乐器维修 买卖的音乐圈 转行做酱油 他到处请教老一辈的 古早制作方式 还找上学校产学合作 就为了找出更好的制作方式 现在他跟四处演讲 举办体验课程 教导大家分辨化学 和手工酱油的差异 还开放民众DIY酱油 找回健康饮食的观念 隐身在新竹关系的百年组厕中 空气里飘来一股浓醇的香味 楼顶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桃翁 李日欣遵循古法 透过阳光日晒 让黑豆在桃翁里自然发酵 坚持纯手工酿造 就为了品尝这一口甘甜 我是觉得还不错 蛮甘甜的 你觉得呢 很甘会会甘 颜色也特了 我老婆告诉我一句话说 你只要添加 我们就不做了 我说好 我们这辈子我们做就是不添加 列植的化学酱油 只要三到七天就可以速成 但李日欣的酱油不一样 他坚持传统酿造 好的酱油品质 得花费半年以上的时间等待 急也急不得 今天天气还蛮热的 我预计蒸三十分钟 凭经验判断黑豆蒸煮的时间 其实制作酱油的技术 并不是李日欣的家传 他的本业是乐器维修师 以制作小提琴为兴趣的他 还曾获奖入选工艺竞赛 在制作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 因为差0.01mm的时候 它的音色就会变化 甚至我们这个就报废了 那所发挥的心思呢 其实我也曾经花了一两个礼拜 但是稍微不剩 他就作废了 他真的是 我真的佩服他 就像他做小提琴一样 三四块木头 他可以这样很有耐心 这样一刀一刀去把它磨 去把它做成一把小提琴 真的是我很佩服他的坚持 所以他做酱油 我也真的很佩服他 有耐心 非常有耐心 我老公很像超人 他永远都不会 只要谈到酱油 他精神就来了 用这位来 都盖上 用制作小提琴的那份用心 手做酱油 为了酱油 为了酿出好品质的酱油 李志鑫 坚持选用 比进口豆贵了近两倍的台湾黑豆里面走 我们目前都是选用台湾器做的那个亲人黑豆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当时呢 在开始我们也都用进口的 对 那后来就是听说有人在做 有人在种植台湾黑豆 那经过农粮署的引荐呢 他刚好也这个杂粮政策之后 那我们就选用了台湾黑豆 它的香味跟进口是不一样的 台湾的是比较香 李志鑫认真寻找食材 靠自己努力研究做法 因为尝试做酱油 其实是为了生病的妈妈 能吃的健康 我妈妈很喜欢吃一些咸的 而且我才发现说 她在整个病况来说 她有心脏病 糖尿病 最后已经要达到死肾的阶段 为什么做酱油呢 其实是一开始 我妈妈早上是吃素的 那每天都吃酱瓜 什么樱瓜什么的 我就叫她说不要吃 这个都是咸的东西 我说叫她说 你早上就煮一些青菜来吃吧 结果青菜又沾酱油 又被我看到 然后我就说 那你不要沾酱油 她就说她不吃了 因为你没有这个青菜 没有沾酱油怎么吃呢 那我才意味到说 这个酱油怎么看起来都是 纹纹都是这样 那我老婆其实她讲了一句说 不然你就酱油我们来自己做 我说好啊 秉持着为妈妈制作 无化学添加健康酱油的一份孝心 李日欣全心投入 但万事起头难 光是入渠的这个阶段 李日欣就摸索了两三年 我们曾经有一次呢 就发酵不成功 那我们也请教卖骑俊的人说 该怎么样是好 他说你重新再洗过 重新再蒸过 然后你再重新上一次 可能还有救 结果呢 我们就这样做呢 就只弄到晚上两点多 才完成它 非常累 但是第二天我发现 它还是不成功了 而且很臭 发臭了 所以像这个教学来说 对我们是一个很惨痛的经验 经过七天发酵 长满取峻的黑豆 洗净后得要半盐入瓮 以盐方斑后 必须经过日晒洗礼 等待半年以上的自然发酵 才能够出缸熬煮 夫妻俩一起经营这份事业 每一道工序都坚持纯手工 繁琐的步骤 才让太太猛声退迭 我都说完跟她说 我现在终于可以了解说 有的外来为什么会逃跑 我都特别跟我老公 改天我也会逃跑 因为这个工作真的太累 太辛苦了 永远做不完 手工家人 真的很辛苦 只要眼睛一睁开 就一直坐坐坐 坐到晚上11点12点 然后几乎没有休息 没有假日的 我们有时候出去展示 客人对我们酱油的肯定 甚至讲过一句话 我讲出来就觉得 有点不好意思 她说 能吃到你们家的酱油 真的是很有福报 有这一句话 我就觉得说 我的责任更重大 我真的要做健康的酱油 给大家吃 所以有时候就觉得 还是不累了 用真心和诚意支撑 每一个不厌其烦的制作过程 除了用心产出每一瓶好酱油 李日欣更积极创新 举办DIY体验课程 希望让每个消费者 都能更认识日常生活中 所使用的酱油 真正的酱油 真正的酱油是什么颜色的 咖啡色 咖啡色 深刻色 应该花销 深刻色 或者咖啡色 都有很接近 但是你还是要把那一个 真正的名词讲出来 琥珀色答对了 来 我们给它鼓掌 来给它看一下 什么叫琥珀色 有没有看到 就是琥珀色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黑的酱油 几乎都是高原高糖 这一点呢 其实在我心里面 起了非常大的影响跟涟漪 其实这些客人呢 他们都是在业界 都是满顶尖的人物 可是酱油 真的都没有人懂 所以我们希望 大家借用这个课程 让大家了解 什么是真正的酱油 不只传授之事 还开放游客体验 这时候的李日欣 化身李老师 仔细地讲解每个步骤 他不怕人家学 只希望将手做酱油的精神 传承下去 要洗好几遍 对 洗到你觉得水 有一点干净的感觉 我们是希望大家 能用得健康 那你教你做 你要做 我更愿意深入地去教你 我觉得我很感到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业者 真的很有 就把这个当成良心事业在做 因为从他过程当中 真的蛮艰辛的 老板都没看过 对啊 而且因为之前有品尝过 然后他们完全都坚持 无任何的添加物 所以今天实际到这边去 来参访 而且听他讲解整个过程 而且实际操作之后 原来制成是这么的辛苦 这个扮演 你看一下 把他弄成空气 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 空气 把他转一转 空气 因为你这样 拌的时候 屁股一定要摇 对 屁股一定要摇 这样才拌得去 然后把他 脚又来 然后看屁股 对 对 就是屁股左右摇啊 屁股对啊 对了 就这样子 这样就对了 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 每个人都收获满 李日欣为了这个体验课程 还特别定制专属的小翁 要让每位游客 都能够把美味带回家 这个摇好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一个人拿一个翁 把盖子打开来呢 把盖子打开来 用塑胶带的那个口呢 最准 最准那个翁里面呢 你就把它倒进去 我们真正的酱油 我是用陶翁的 那我也是希望用一个陶翁的 所以我们就到 铜螺那边 去专门在做翁的呢 我们去跟它探讨 跟它定制这个小翁 攜带比较方便 这样做一个DIY 所以大家对这个翁呢 很有期待 这个半年的期待 都在这个翁里面 手里拿着DIY的作品 开心合影里面 李热心希望将美好的石座体验 刻印在每个游客的新产力 无资传授秘诀的背后 有着为母亲制作良心酱油的初心 一路走来 不变的这份热情和执着 让她的酱油始终保持最天然的滋味 今天的DIY课程 你觉得赞不赞 赞 好不好玩 好玩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说到台湾的袜子 大家第一个联想到的 一定是彰化的社头 全盛时期年产值高达60亿元 但是您知道吗 在那个辉煌年代 这位袜厂老板吴金才却特立独行 离开纸袜重镇 坚决到台北设厂创业 他是如何从零开始 靠着多款不同规格的标准尺寸 夺得知名童装品牌的青睐 评出近2000万年营收 后来二代接手后 又是如何用逗趣的设计理念 成功吸引年轻人的目光 跟着镜头带您去一探究竟 累了吗 那就来点蒸蓝或微乳 节节闷吧 您是要半堂少冰 还是直接领候的啊 好 来 我们现在这一块 先脚伸直 然后脚地 脚稍微凹起来 对 脚指往后凹 来 然后上面可以开一点脚 脚指头开 有一点开 对 为了派出让人会心笑的 创意理念 第二代接班人 本土成竹 校长肩壮中 一边拿着反光板 一边指导model们 该如何显现出 袜子的丽与美 先站着 然后脚跨在后面门槛 一脚踮在上面 对 对 随性一点 我们以本土的角度来切入 然后再带入一些 比较趣味的设计元素 然后年轻化 然后带给消费者 但同时我们除了有趣味的设计 我们也有很优良的品质 然后让消费者可以体验什么叫真正的精品花 像我那时候强调它就是走一个无痕的系列 所以会做一个比较V型感 就是它的V型上宽下载 会比较符合我们的袜子 比较浮屈也比较舒适 然后像花色的部分 因为它用到比较多花纹 所以它的提花件会比较多 像我们的后面这些 继部的地方线头会比较多 我们都还会再经过人工的修剪 让它比较舒适 然后不会去勾到 因为有时候一勾到 你的袜子可能就是出沙了 学设计出身的吴成竹 虽然从小就跟在父亲身边学习帮忙制袜 但他永远记得 退伍后回到工厂做的第一双袜子 竟被爸爸退货被说不及格 我看到那个袜子说 这个袜子不是我的袜子 我那时候也很直接跟他讲 我说这个袜子是色头的袜子 我讲的色头袜子不是说它不好 因为我本来就做不跟它一样的袜子 所以我们的袜子 要有我们袜子的想法 你那个袜子不标准 他没有注意到袜子的细节 他没有我讲过那个想法 你的袜子一定要符合人体风险 他只是把袜子搓下来 你再拉来一边 放下来 那地方要放下来 仿佛做画斑 只见织袜机里不计其数的沙线 来回不停 照圈圈 短短不到五分钟 一织袜子迅速成型 如今才说 现在瘦袜子是全电脑控制 不像早期半电脑时代 要更换尺寸或规格 都得靠人力 碎石若备工 如果今天我要把这个机台 这边做宽 这边做瘦 我是会固定调整有一个范围而已 我就必须去机台上面 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把它撑大一点 走到这个地方把它撑小一点 所以常常要拿一只瘦袜子在那边做 然后手常常常常常的 如果你没有一些机组袋子的时候 他不会这样做 那代工的是百分之百不会这样做 越是没人想挑战的男士 更精彩更加跃跃欲试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 他在瓦肠历练了十几年 最后却离开台湾织袜重镇 彰化社头 北上创业的主要原因 因为我是独房之科 而且是显森织系的 所以我进到瓦肠里面 很快就嫁心救手 我也很快就协会了 当一个师傅 维修机台 那这方面有好几点 有三五年的时间 那过了以后就变成 在走行销的路线 作为业务经理 我发现说 我要走这样瓦子的市场的话 那我应该是在台北 应该是离开射头是最好的 因为射头有一个现象就是说 你进到射头里面 它很容易被一个天花板盖住了 就是说所谓的末端售架 它一个末端售架 来设定影响了你的开发成本 不愿一辆置价的吴金才 1987年在台北设厂重新出发 这一回他不但锁定 百瓦公司专柜 更特别的是 别人不想做的 他却不怕麻烦 独创十一种尺寸规格来制袜 英格袜我要有三个尺寸 铜袜我要有五个尺寸 南袜大胆的少女的 总共我要有三个尺寸 你用消费者的角度去思考的话 分尺寸应该是对的 如果你用工厂的角度想的话 分尺寸带给工厂太多麻烦 好像有一点不对 所以我愿意要做对的事情 我们的袜子是比板子大缩回去的 所以你穿的时候 你是轻轻地撑开而已 它就是蝴蝶而已 那如果我做比较小一点的 我把它撑开的 真的比较大的 我随时你随时穿的话 都是被撑一个尘度的 你穿起来会比较紧 比较不那么舒服 但是它也可能会刮掉 有一天它弹性皮划了 它放弃它投降了 它就刮掉了 尽管袜子穿上去的松紧 只有些微的差异 但胡金才不管怎样 都要做出那一点点不一样 当你没有办法符合这样的一个安排 机器没有办法这样安排 才要没办法这样安排 所做下的规格没有这样安排 你说你是好的袜子 你只是在卖袜子而已 你只是卖袜子 给需要袜子的人 但是我不要做这个样子 我要做一个 我卖个袜子 给需要好袜子的人 因为穿起来的细节 穿了就知道 比较就知道 就是这样的理念 深得知名童装品牌的青睐 二十几年来 胡金才都在帮童袜做代工 像这一款陪伴不少女孩们 长大的经典泡泡袜 十年下来卖了超过五十万双 想到出它研发时 可是吃尽苦头脑 那个师傅说 不可能 那个不能这个样子 我说不可能 一定可以 我坚持要做 开始打一样 第一次不行调整 第二次不行调整 我总共差不多打了 五四的时候才成功 不过生产铜袜 除了要实践设计师的天马行空 纱线的材质更是不得马虎 古金才不但特别定制 属于自己规格的棉纱 而且为了增加耐磨性 还得多一个合捏工序 我如果说两条纱 我就让它从机器上进去 它磨起来会非常舒服 但是它耐磨性会下降 当我们把两条纱 变成一条纱的时候 它的耐磨性会增加 但是它的手感会恰强 所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 袜子适合的脸度 然后我们认为是好的 就是摸起来可以接受 穿起来可以接受 古金才说 铜袜要吸睛 第一要件就是色彩缤纷 光是纱线的颜色 就有150种 每一款看起来都又活又亮 我们不是像一般的 用这样去染 一粒去染 整粒去排去染 我们是用这样去染 这样去染的时候 它染下来的沙 没有受到压迹 也会比较好 然后它的颜色 也会比较漂亮 看来魔鬼真的藏在细节里 但五金才说 它的袜子会好穿 其实是因为有个 不曾公开的秘密武器 棉袜本身来讲 其实它不用经过上沙去 它自己就会拉下来了 因为它只有一个口 我觉得用上沙去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希望 有宽的地方的张力 是跟载的地方的张力 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就变成说 你穿到脚上面的感觉 是输入你的 尤其是越花翘的皮脂袜 护杖率越高 所以缝袜头时 一定得靠人工反折 车线才会平整对齐 不过袜头缝好后全是背面 还得通过最后一道程序 把做好的袜子翻成正面 五金才说 别看它现在的规模 有14台织袜机 想当初刚创建时 宛如家庭代工 只有区区4台机器 我就是逐步这样的成长 我现在目前的设备 如果用标准去生产的时候 我一个月可以生产4到5千台的袜子 但是我现在所做的事情 没有办法生产那么多 因为太复杂了 而且比较慢 要做漂亮要比较慢 所以我现在的营业的话 一个月差不多在150万左右平均 凡是亲力亲为 要求完美的五金才 就是这样把别人品牌 当成自己的再经营 所以它对儿子的要求相当高 因为这是它的唯一线念 或许是快时尚的加入或什么的 所以变成很多新兴品牌 它们出来的时候 它们变成材质 不是它们的首要求 它们可能最先会要求 希望有比较高的利润或什么的 我想说那其实我们是有实力 把好的商品介绍给顾客的 所以我才会试着转换 直接去面对消费者 嗨 你们好 这个品牌的袜子 它是台湾设计跟台湾生产的袜子 那它的话比较有趣的是 它都是用台湾在地的元素 去当做它的取材 像它有像你看到红砖 然后磨石子 还有嘎吉得 还有这种很有趣的 像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的 珍珠奶茶的设计这样子 不管是男袜女袜 都有不同规格的尺寸 而且即使每双电价 在200元以上 依旧吸引不少电气的目光 好像比想象中可爱 我觉得穿这种发展比较好 真的喔 不过这真的是比我想象中穿起来 好看的 对 好看的 我觉得这个好看的 其实像我听到人家说 你们是细洋产业啊什么 但是我其实都不以为来 因为其实以我们的技术 或者是以我们有的知识 其实这是很深厚的 所以其实应该不是算细洋产业 应该是说我们要如何在这中间 找出我们的优势 然后来发挥 吴诚如生姓 一加一大于二 有了父亲手把手的经验传承 再加上新颖斗区的设计思维 或许有一天就能成功翻转 传统的代工制袜 改变消费者的买袜哲学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马祖是台湾最北边的小岛 被形容是一串洒在闽江口的珍珠 四乡五岛 山海迷人 早期是军事重地 直到近年来当地观光业兴起 才揭开了马祖的神秘面纱 马祖拥有独特的自然与人文风梦 包括被誉为一生必看的美景 蓝眼泪 以及富有浓浓地中海气息的北甘琴碧村 还有昔日荒芜的海上孤岛大秋岛 现在也成了媲美日本耐凉的梅花路乐园 透过我们采访团队的镜头 带您一起游马祖 欣赏它的万种风情 距离马祖北甘北方 约200公尺的大秋岛 是座海上的美丽古岛 早期曾经住了300多位居民 还有军方助手 后来因为岛上物资缺乏 猛声不易 1996年后 全岛居民都已搬出撤离 大秋岛成了一座极静的无人岛 但其实岛上还藏身着一群神秘客 来到大秋除了可以欣赏天然美景之外 还可以跟岛上可爱的梅花路互动 他们非常的亲人而且不怕声 所以可以像我这样拿叶子喂食他们 或者是跟他们来张合照 感受这难得的互动体验 这些可爱的梅花路是民国七零年代 经由农业改良场也放到岛上 成了大秋岛最热情的居民 在林间 山坡边 步道上 甚至古厕中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每当有游客登岛 几只特别亲人的梅花路 总会尽地主之宜跑出来招待客人 这里原本是座无人岛 但七年前岛上来了位新邻居 这边比较近 我比较喜欢竖渡 喜欢到处钓鱼的湖金江 七年多前发现了大秋岛 爱上这里的美景决定搬到岛上居住 他花了不少时间折点环境 并住下岛上保持较完整的 闽东市古宅 整顿翻修成民宿 一位孤岛岛主 加上上百只梅花鹿 大秋式泰乐园就此开幕 它很喜欢被人家挂这个 舒服 它长鼻子 但是快美了 在一两个礼拜 意思就结束 集结过后就好 在岛上与梅花鹿们相处久了 胡敬江很了解他们的喜好与习性 因为它上个月脱落 它自然脱落之后 现在长出来这个 你跟它摸烫烫的 温温烫烫的 就是人家讲的鹿绒 鹿绒吗 到十月份就长得这么长 虽然有梅花鹿陪伴 但长时间一个人 在生活不变的岛上 免不了孤独反闷 低潮是一定有的 但是要自己去克服吧 慢慢地把它度过去就好了 心情不好 你就到海边去钓钓鱼 心情不好去唱唱歌吧 唱唱歌 对啊 就这样啊 不然这里也没有什么娱乐 就卡拉OK摸开就这样啊 把烟气都给挨出来就好了 挨完就有事了 尽管民宿经营还不稳定 但胡敬江仍继续坚守孤岛 打造一个人与梅花路 和谐共生的自然环境 让游客不用跑到日本奈良 也能上路零距离 除了大丘岛外 秦碧村的美 也是那国马祖 不容错过的景点 秦碧村是马祖敏东式建筑里 最具代表性的聚落 早从明朝时期流传下来 抱存得相当完整 依山灭海的地形特色 又有马祖立中海之称 我们秦碧村以前的人 迁居到台湾去 它各有利弊 就是说60年代 我们前面是东海 东海因为对岸炸鱼 炸鱼不断炸鱼 我们这边的大家收入都变少了 那大家为了求生活 所以都迁居到台湾去 那真正住在这里的人 不到十几户 那所以说呢 这些环子都没什么改变 尚未被现代建筑破坏的 闽东聚落 屋设为花岗岩建筑 依照山势成阶梯状排列 层层相叠 远眺就像是座海上的石头城 这种味精雕琢的美 直浮无华 简单却让人印象深刻 总让游客流连忘返 舍不得离去 同样会令人回味的 还有马祖老九的醇厚韵味 花岗岩的地形 它会形成一个渗流水 那渗流水下来 就有一种拜饭石的过滤作用 那我们就用这个泉水来做球 我们的水井是在这个山头的最底下 那它的出水量蛮大的 而且也蛮稳定的 一天大概可以60吨的水 位于南竿的八八坑道 一走进去就能闻到浓浓的酒香 全长200至3公尺 早期是战备坑道 民国63年完工 当时为了庆祝蒋公88岁诞成 命名为八八坑道 民国81年 由马祖酒厂接收 像这种池的汤子 它会有那个 就是呼吸作用 然后放久了之后 它的酒会越来越沉 然后酒池会特别好 而且我们酒最怕就是高温跟低温 那你如果是很温的话 它就会再慢慢浸化 那如果一下高温一下低温 很容易就坏掉变息 坑道中年很温很湿 对酒的盛放很有帮助 因此成了酒厂的天然酒窖 所以我们里面的酒呢 高粱大概都是在 放大概60度 做在60度左右的原酒 那需要用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抽回草面去 做这个罐状勾兑的动作 我们的纬度是在26度23度 所以因为冬天的气温非常的冷 那它的发酵时间呢 是我们中华民国最长的一个发酵时间 一般我们在台湾的高粱 大概发酵时间 大概10到14天中间 我们这边要发到30天 所以可以把酒里面的分方物质 完全的催熟 然后把它发酵出来 弹桩的部分 我们有一个毛细作用 它能够帮助酒类的陈化 那我们高粱酒呢 因为我们的量比较大 所以我们是用钢筒做一个储存 这就是为什么 马祖的成年老酒与高粱 喝起来特别甘醇滑顺的原因 近期还在美国举办的 世界列酒竞赛中 获得一面双金奖 两面金牌奖的佳击 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这个发发坑道有印象很深啊 怎么说印象深 一进去那个酒味很香 又很壮观 桃园来的 桃园 对 第一次来这边吗 我说这第一次可能有就来好几次了 有三次的 有两次的 对 怎么会想来 马祖 因为马祖很好 风景很漂亮 除了美景与好酒 来马祖绝对不能错过的 还有当地的风味餐 这家由传统敏东式建筑改建 仿佛老屋回春的特色餐厅 用餐时总是坐无虚席 店里的酒糟炒饭是客人必点招牌菜 加入店家尽量的酒糟翻炒 马祖人特有的饮食习惯 就是把酿酒剩下来的酒糟来入菜 以前早期的酒糟料理的话 主要就是拿去做酒糟肉 或者是酒糟鸡啊 然后给我们当地女生坐月子吃补用的 所以他就没有拿去炒饭 那它是我们店的创意料理 酒糟炒饭红通通的粒粒分明 带点酒糟淡淡的香气 吃来非常开胃 马祖当地养殖的淡菜 体型一般进口淡菜 大上两到三倍 因为食材够新鲜 不用加任何佐料调味 只是汆烫就能上桌 鲜美的淡菜 汤汁饱满 口感Q软 我们这边是用网子去把它包起来 就可以放在海上养殖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是因为水质的关系 所以肉吃起来特别的甜 好水质让马祖养殖的海鲜 特别鲜甜 加点米酒和盐巴 以半煎半炖方式料理的干锅小卷 要点回味焦香 吃来口感扎实Q弹 新鲜就很美味 酒足饭饱后夜幕低垂 马祖夜生活即将登场 每年4月到9月 马祖总是特别热闹 大批椎类人准备坐船出海 欣赏被CNN评选为世界15大自然奇景之一的蓝眼泪 可以登船了吗 都来了 都到了 各位贵宾们请就座 那我们现在准备要关灯 四周一片漆黑 大家得耐心等待 这一批爆亮了 你看有没有 有没有 哇 特别的亮 所以你在蓝眼泪多的时候 它的亮度会整个亮起来 就像是当运在海上的蓝色银河 而随着船身前进激起的烂花 也仿佛是蓝色流星般坠落海面 美得令人舍不得眨眼 其实蓝眼泪是一种夜光灶 每年春天开始大量繁殖 想亲眼目睹的首要条件 得要没有光害 随着天气潮汐的影响 想看蓝眼泪 有时候还得碰碰运气 但为了决定人最新的美景 游客们还是很愿意等待 蓝眼泪成了马祖列晚 最独特的季节限定画面 还被誉为是一身必去的 台湾奇幻仙境 不仅替马祖带动了观光 与让马祖小岛的美 多了另一种梦幻风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